我今天來這裡講故事啊 講故事 是 那也讓我來聽聽你要說什麼 好我今天說一個關於開南山宮的故事好了 開南山宮 對開南山宮 開南山宮在哪裡啊 開南山宮在我們的济南路上 他三分間驚都可以到教育部 五分間驚都可以到我們的立法院 十分間驚都可以到我們的中正紀念堂 十分間驚都可以到我們的蛋白恰恰 雖然沒有空中花園也沒有空中游泳池 但是是個地靈人間的好地方 現在就讓我們乘著時光雞穿梭開南歷史吧 時光雞 我這看會有一隻 哎呀不是這隻啦 時光雞吹下去 那是這個配樂 那是我們沒有看過嗎 好啦請在意啦 那現在是冰國幾年 現在喔現在是冰國六年 這 是姓挺48號 是在日治時期開南山宮的舊地址 什麼日治時期 對日治時期 那當時的開南山宮就在台灣山宮 是台灣第一所的私立職業學校喔 哎唷厲害喔 不是說咧咧喔 學到那當時的私資好比什麼賈伯斯啊 愛因斯坦都是台灣一等一的人才咧 哇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李峰宮 英格里士 北京華 從台北走到基隆 全部都是 Peace of cake 學到那當時哭到開南齁 家裡面是 爆炸鹼拔兜咧 哎呀這樣有紅包可以拿嗎 吃土啦你動手要年獸咧 時光雞走 對 啊現在又是民國幾年 現在喔 現在這是民國28年 升格甲等學校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隨機面臨 接著開南學生在戰火象成長茁壯 建立起堵去不老的精神 直至光復台灣至今人 升職人心影響甚遠 啊戰爭旗叫到兇魂咧 我們趕快知道嗎 哦好啦 你實在是喔 好招呼掩護時光雞出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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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啊現在又是民國 現在是民國35年 開南初中出現 30公里的媽媽都能打扯的補校出現 五十四年學校來這補生村小綠綠的學姐出現喔 好學姐耶 學姐耶 你說 你當中有學長他們都有三公 第一公 超公公 第二公 火大公公 第三公 可以嗎 公公 這就是來講的三公 哦這樣一樣喔 有請教學長是嗎 嗯有 我們的社團活動很有名 我介紹你選擇 拳擊 沒有啦 要去看我做什麼 沒有 羅道 不用 我去吃這盒 沒有啊 拳棒就好了 喔我先騎你較差不多 哦 嗯 啊沒有啦 不及蔡尊俊樂 軍樂這個可以 服務林 很壞喔 我訪給你聽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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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這水 啊現在是民國幾年 現在 現在是民國68年 這是新的校門 這是新的制服 全部煥然一新 走向新的事蹟 還有 唵頓 羅臺 与乐队 还有乐队 妈妈 如今开门双公将满百年 今天开门双公广告设计科 由志诚主任 又贤老师 明艳老师 艺诚老师指导 带着泥沃走路台北古城的佐色绘本 穿梭开门古今的话说开门 肚子饿了还有浩浩天地吃片夜市美食 穿越时空的维哥 拉饼的老街一日游 寻找暖光的小黑 地理工作者小龚头 还有精工神闪的动物象棋 独创一格的皮剑作品 成仙起后的开保文化 还有许多周边商品陪着你我穿梭字 下一个开栏一白 对于作品如果有任何的兴趣 或者需要导览的人 可以找我们的同学 我是祥薇 我是佑晨 谢谢大家 你也是公鸡啦 以上就是为各位贵宾带来的虚弱表演 接着我们请我们的校长 为各位讲几句话 还有带来祝福的话 谢谢 我们是主持人哦 今天很紧张 然后呢 这段历史啊 是我们秘书带着他 去整个瑞稿啊 好准备 然后讲得非常非常好哦 呵呵 应该在场的来宾应该很认同 对不对 给他一个导览 我正在这段历史 今天真的很 很感动耶 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来 呃 先是我们那个玄奘大学的刘校长 导览的校长 他再来是我们本副座 玄奘大学的副校长 我再去这样介绍 他再来是我们的家长会长 也是我们台湾玄奘的长长 他当他当这个呃 私底下跟我讲说 当时这边开馆的时候 是他他任内的时候 那再来是我们的副会长 那也是我们的那个开南大学的呃 剪主秘剪主任聂夫 那再来是我们的校友 欣庭学长 他是那个去年得到金钟奖的主持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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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所有老大学就是他的好朋友 那这个是呢 国保精化加重量级人物 曾笑德老师 哈哈哈 也是我们今天的评诊老师 笑德老师在开南商工服务非常非常多年 然后也一直带着开南商工的孩子 甚至于是老师 所以对我们看南商工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荣誉在 所以谢谢曾孝德老师 另外一个是李根在老师 根在老师也是很多年来 带着我们看南商工的学生 在每一次的壁展上面都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那接下来是我们黑秀网的总经理 蔡总经理 那也是从右契专的四团系的主任 谢谢总经理 其他的贵宾有没有介绍到的 还有我们很多的校友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记者大哥 昨天的记者长 谢谢我们忠实的记者 谢谢 今天在这个会场上面非常非常感动 那我首先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 每一次的学生的壁展 其实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孩子这三年的努力 我不知道孩子们看到你们自己的作品 在这三年的努力孕育之下 是不是跟校长一样觉得很感动 从你们刚开始进来学校到现在 这样的一个成果的展现 那当然除了你们自己努力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老师 我相信老师每次参加壁展的时候 我们的优贤老师不知道在哪里 他是不是又躲在后面哭了 他最容易最容易因为孩子的成就而感到欣慰 感到快乐感到满足 所以我不晓得 我也是觉得变化非常感动 就是看到孩子的成长 孩子当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只是一个兴趣 可是这个兴趣能够带着孩子多久 不晓得 所以需要老师的支持 需要家长的支持 那需要很多人的贯注 给他们一些滋养 所以孩子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那我们是不是在场所有的贵宾 包括学生包括老师 我们是不是都来给他们一个掌声 给自己的掌声 谢谢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要介绍一下开南商工的广社科 我们的广社科一向以平面设计为傲 那平面设计呢 其实很不同的地方呢 它事实上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工 可是在最基本工底下呢 所呈现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 看来商工广社科与别的广社科 不大一样的地方 就是创意这个部分 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场的一些作品 今年的主轴是首绘 首绘其实一个点 简单的线条 但是简单的线条能够呈现出来的 画作的一个多样性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当中的一些创丝啊 孩子们的一些想法 怎样结合我们这百能孝庆 把这样子一个古老的东西 能够用这么样活泼 有创意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也非常的 肯定孩子们的努力 那事实上我其实这几天啊 在看着他们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一个百年历史 其实在过去来讲 它就是一个黑白年代 我出生的年代是一个黑白电视的年代 也许在场很多孩子没有看过黑白电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 一个黑白电视的年代 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轨迹 到现在呈现出来的一个彩色的 丰富的一个色彩的年代 这个招替呢当中 我们是不是在想着 其实越单纯越是美好 就好像以前的一些电器设备 越简单越不容易坏掉 所以我很感动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创丝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把我们的百年历史带出来 那也很感谢开南大学 开南大学因为有那个4K的技术 所以把我们孩子作品呢用4K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这样子一个新旧的一个合作 一个展现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 也是很多很多的人 我现在稍微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广社科的科主任 是不是麻烦主任来一下 没有人做广社 大概下一条我会想要介绍他 主任带着广社科啊 经历很多很多的努力 然后呢广社的孩子 也在主任的带领师上 很踏实的学习 那从他们进来的 自己学校的老师都这样 一个人当五个人用 又要教学生画画 又要拍照 然后又要干嘛干嘛 所以很多的功能 这是李宁燕老师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很重要的那个 益城老师 益城老师是我们 我们的学生 然后呢毕业之后呢 成为我们学校的老师 那他也是金公主的老师 所以待会大家看到的那个金公呢 就是益城老师所带领的 他很像艺术家的特质 就这样温温的 好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人 就是我们的助教 那个淑慧 淑慧助教 他从来都没有在上台过 所以我今天呢 我没有在上台过 我一定要叫他上台 他呢已经把他一生就奉献给开了 所以他他今天早上 他一直在我旁边唠唠叨叨 校长我一定可以退休了 但是呢 我一定要叫着这些年轻人 再努力往前进 因为我随时可以退休 可是他们不行 他们一定要更努力 所以我一定要介绍他 他非常的非常的认真 然后呢 常常默默的都在地下室 他真的是地下工作人员 因为我们学校的画室啊 都在地下室 那他常常都在地下室里头 带着孩子 然后呢 不管是晚上啊 假日 这些人全部都是 尤其他可以经由老师的带领 那孩子也因为看到老师的付出 所以孩子们无怨无悔 一直努力的 朝着自己的理想 真的不要迈进 这个是很令人感动的地方 那当然还有一个 所以他虽然坐在我办公室 他是常讨好黄色特区 然后也陪着孩子 带着孩子 陪着老师们一起 做这样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今天真的觉得很感动 也很谢谢大家 我们网社的平面设计 嗯 真的是在台北社来讲 数一数二 不是网社 然后也恭喜孩子们 你们今天的成果啊 果然不同凡响 好 恭喜你们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下 我们今天很重要 谢谢老师 我们是不是请一下 我们今天来的贵宾啊 帮我们讲几句话 呃 后来 后来 认识很短 可是呢 一见如故而变成好朋友 我们那个玄奘大学的刘校长 我们是不是请他讲几句话 代表一下我们的 这个董事会 跟这个学校的组成 他的自律 跟发展必须要持续下去 在台湾 我们动不动看到 二三十年的产业 可能一棒击一棒的时候 没接好 就中间产生了一些错误 这个产业就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 今天能够见证到开南的百年 也能看到百年 我们所有的学生跟老师们 共同把这种学校往前走 我想我站在这里 我也感受到光榮 不过我想 最后我还是要跟 所有的同学 大家一起鼓励 虽然我不是这个领域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实作的技能 一定要跟加乎我们未来的创意 因为唯有创意跟实物技能 将来才能够把一个产业能够推成自信 我想我今天很高兴 我也看到开南商工的同学们 你们在这两年半的成果 我想毕竟你们从学习的技能 到今天的成果 我想应该带见你们很大的人要 感谢市长们的帮忙 也感谢同学们的认真学习 最后祝福所有来宾身体健康 事实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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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我们的讲话 没有 还是我们请一下 那个蔡总经理 要不要来跟我们勉励几句话 各位贵宾 今天我是黑秀网的 其实是负责人 不是总经理 那这个网站 当时成立的时候 也找到了很多自己的一个很棒的路 还有很多客户也在这里面 找到他们需要的设计师 那我在这几年 一直在开南这边当评审 那我也觉得 开南的同学在每一届每一届 都在开南的毕业上 那去年我来这边的话 我发现 哇 这个是非常曝古的一个好地方 加上刚才有我们这个职位 我来介绍说 这里是开南的起源 我是第一次提到 我意思是说 在开南 现在小弟就是在那边起源 所以我对开南来讲 也算是一个相当有缘分的 就是在十几年前的 我被许校长邀请到开南服务 但是我离开这个开南应该也五年了 我现在在台湾伊斯大学美术系服务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小孩子 其实上能力比以前更强 尤其在废话设计 还有包括很多等等 当然都是我一直感觉上这个开南人 真的是不一样 尤其在梅展 不管设计绘画 其实上在明月前 那假如说 我站在一个会 我发挥一下广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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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因为校德老师讲到说 我们现在的那个画作很少 可能尤其是长长跟副作 那跟我感同身受 还有我们从又期断的 因为现在学广社的孩子越来越少 可是其实这个行业比 这个科系真的发展无权 所以你们也希望说 我今天稍微做一下广告 那个如果有家里有些孩子 还要读书的 可不可以来我开南广社科 然后开南广社是一个很大家庭 很有大家庭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科别 所以希望大家欢迎过来 然后等会我们这边毕业以后 可以去玄奘大学 可以去从又期断 然后这个发展是无限的 然后还可以去黑秀王 好谢谢 那现在接下来我是不是 抱歉我们等一下会长讲 我是不是先请一下我们的那个 那个校友心情学长 是不是给同学们 每一次有重要的活动的时候 他都会来 那他也是金钟奖的主持人 所以应该是非常会讲的 哈哈哈哈 好谢谢校长 这个领时学费教师太清楚了 我其实是一位完全看不到的 社长朋友 那其实我也自己也在想 或许有很多人很好奇 看不到我来看广社科的 因为开门 我觉得开门的一种精神 学生呢 会带着我 然后也许用摸的 或是各种 除了视觉以外的感官来 让我知道他们在呈现什么 所以呢 除了我觉得 当然在开门的专业的技术上面 是带给学生很大的成长之外 那我觉得 也能够去感受到 艺术的美 感受到他们 在开门学的这将近三年来的 创意 所以我想非常温暖的地方 那相信今天的这个成果展 也一定会非常的成功 相信各位跟我一样 应该会在今天的这个 谢谢 谢谢学长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 请我们的会长代表 不要 会长太客气 那开大 主力 开大主力也不要 好 他一定是想要恭喜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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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客人 接下来是我们的常会期间 如果有需要导览或者需要 需要 需要导览或者需要介绍的 贵宾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 谢谢大家 还蛮想看 那个 抓汽车超市 那他叫他 超市 对啊 对啊 好 他要走了 槍 好 好 好 事情 拍一张 三个 光 昨天有一个松ate 看 山北 海主 不 你会不会附意找到啊 我不会 还是重啦八八的 二条件 我会在 中文字幕——Y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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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